111年第12届原住民族与戏剧竞赛花莲出赛 27号下午在台湾原住民族文化馆举行 分为家庭组、学生组还有社会组有90个人参赛 各组要各取一个优胜队伍代表花莲参加在台中举办的全国决赛 原住民族戏剧竞赛目的希望借由短片的话剧以及舞台剧的方式 鼓励家庭、部落社区组织激发创意 以家庭的对话、部落生活动态与族群的历史文化为脚本 参加语言的文化使用经验 我们知道原住民的语言承载我们原住民各族群优美的文化跟智慧 族语要能够继续传承 我们原住民族美丽的文化才能够持续传承 代代相传 我们要怎么样推动族群 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一定是在自己的家庭 在部落、在教会、在学校、在各政府机关 原住民语言 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国家语言 相信大家刚刚在我们原民馆里面很多地方都看到 我们原民馆的空间指示牌都是有族羽的 八年县政府原民处的办公室有六的族群的族羽 我们现在到各部落去开国土计划说明会 一定有族羽老师跟族羽的部落的翻译 帮我们整个县政府所有的工作用族羽来呈现 族羽去竞赛 魅入第十二届的今年社会组有三组 学生组两组以及家庭组三组 共只有九十人参赛 而花联代表队从第五届到第七届 在决策当中共计南瓜的冠军四座 亚军两座 既军三座等殊荣 堪称决赛常胜军 期盼这次代表队伍进行决赛 能够再次为花联赌得夹击 接着就让我们下期再见